哈囉各位球朋友早上好 我是爸爸超人 那今天的話是10月23號禮拜天 昨天的話10月22號禮拜六有國戰 那蠻幸運的我老婆昨天去台北玩 所以我就可以邀請我妹 飯團妹妹弟一起來陪我雇小朋友 然後一起直播國戰 昨天的國戰一定要打 因為昨天的話 有人在打我耶 我先離開我先離開我先離開 不要干擾他好了 他應該是要打王 那我影響到他了所以他來打我 先往左邊走 昨天的國戰很重要喔 昨天的國戰的話是一位 玩了非常非常久的 大佬的最後一億 所以說就是 一定要上去玩一下做個紀錄 但是因為如果我用手機玩的話 大概可能 大概玩30分鐘吧就很燙了 就很燙了甚至 錄影的話可能也沒辦法了 所以我們用直播方式 比賽機率我覺得是比較好的 那待會來看一下這個 城池的分布情況 昨天的話有參與國戰才發現說 國戰真的是還是一樣熱血 只是說現在啊可能一個人都打不贏了 因為我看我妹昨天玩了一個半小時吧 才拿一桃而已 那躺的次數非常多次啊 47次拿一桃 而且這一桃呢 感覺有點像是送分喔 這樣講不對反正 反正那個人他的名字要簽約傳奇 我感覺他有點讓我 因為他也有在看皮靡布袋戲 所以他知道說我想要拿那一桃 所以他就故意躺給我 我在想有這個可能性啊 所以基本上來講可以說是零桃 在這邊你看到 他就打爬我三次 就基本上我起來就把我按下去了 欸欸不對不對 這個 這個為什麼沒有出現國戰的啊 為什麼 昨天10月20號沒出現 這個是10月19號等的 啊國戰的怎麼消失啊 奇怪啊看哪邊 戰場嗎 也不對啊 沒錯啊 這是國戰的啊 哎呀為什麼國戰的不見了 奇怪咧 戰役地層沒有了 消失了 這個戰役地層可能要修一下啊 壞掉了 壞掉了 昨天真的是送了很多人頭給很多很好朋友 好 那 昨天的話大風縮城 我知道是哪一個城池 因為昨天的話有玩 昨天大風縮城是壽村 打得非常大 不管怎麼衝過去大概 呃 進船點沒多久都被收掉了 好 就被收掉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就是 城池分布情況 先看一下日本 日本的話不知道打情況怎麼樣 大河的話是由 炎武十蘭的火鳳鳥員所佔領的 恭喜你們 現在的話是五國最大 那衛國的部分的話 就是佔領了日本的血碼臺 YD雷群村的希望 好 那我們回到九州大陸 好 我們就從 從這個台灣開始 先看五國 來 一座的話是由 無敵 田果汪汪的台幣無敵所佔領的 恭喜你 好 那貴人的話是 洪大陸進門TNT 那財商的話是 陣頭貓貓蟲的真山國事實者 那這個儒家的話是 沒在常選的創世流離 壽村的話是 自命天使的 輕鬆玩玩 恭喜你再點大鴻收成 積分的話有四十分 那徐座的話是 省得老二的聖殿 那儒蘭的話是 小哥哥一圈的 我攻擊你村莊 好 接下來是陳柳 陳柳的話是 亂召召蓬萊仙山 北海的話是 宜蘭娜的 蕭瑟益水 那接下來是 靜陽 靜陽的話是 頂兵的光石舞缺 好 夜的話是這個 佛羅班公主的聖諭亞 那安定的話是 這個 封水的封神榜 梁州的話是 寬阿巷的 花之清城 那長安的話是 雙手萬能的二人谷 星爺的話是 生化XX八道的 生化武器中心 上用的話是 這個 圓攻魂的真王者天下 那江州的話是 歐基上的 有神快拜 劍領的話是 紅奶茶的軍火商 這個ID 這個軍團第一次看到 恭喜你 好應該 誒誒誒誒 對不起錯過了 這個 子葉西隆的共不克 在你的長沙 對不起這個我每天繞 好再看一下 有沒有錯過的 應該都有了吧 紅大眼線的天地 好啦 哇 哇 這個 寶石艾士達把我收掉了 奇怪我跟他無言無從 為什麼他把我收掉 好吧算了 可能是不小心的 還有可能掛機 然後 然後掛一掛就把我打趴了 那我們就 再傳一次吧 先看一下 這個秦皇陵 秦皇陵 好在這裡 誒那一層好了 一層好多王喔 一層來一層 我剛剛在二層 秦皇陵的話 怎麼進去啊 就是要 來野進這邊 然後再透過這個 秦始皇陵傳送官過去 進去的話還要錢喔 十萬銅錢 不過現在影片很便宜 一張的話才五金而已 怎麼過來就有人在打了 這邊的話 是被狂人雷霸系列包了嗎 狂人雷霸噴 擊退了蒙田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真的捏 天啊 一層左已經有一隻被收了 好吧 那我們就直接到一層右好了 到一層右 前往 這邊不能尋路 好不好 那就先掛這裡好了 好我們繼續把 繼續把那個 層次的分布情況給他看完 好 昨天的話是哪位朋友 最後一層 待會在排行榜的時候 再跟各位朋友講 好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蜀國 來 無理的話是由李淳剛的蘇菸所佔領的 恭喜你們 理你的話是精緻抹茶的狼群 說真的 要佔領城池很不容易 真的很不容易 現在高水好多啊 那快捷的話是7月7日請的奢侈敗家 這個好像 也是第一次聽到喔 那江夏的話是三八花吹喇叭的陳老師後援會 襄陽的話是陽超越的戰無不勝 這兩團都很強喔 那瘦村的話是無果 無果真的好多人喔 怎麼那麼多人 天啊 好扯 好吧 可能大家都最近喜歡藍色吧 那漢中的話是深野的蕭雄傳奇 那接下來是天水 天水的話是黃花大頭魚的混水摸魚 接下來是平原 平原的話是衛鎖老爹的衛鎖家族 那平平的話是蕭浪的玉雲德 OK 看一下這個衛國 許善話是幻風的指殿 那玩的話是這個 陶秋琴的多樂天使 欸對不起是不是 姚秋琴喔 因為姚文家 這個是姚文家的姚 姚秋琴的多樂天使 對不起 OK 應該都唸完了 應該都唸完了 衛國的話 三座城池 蘇國的話好像六座吧 其他都是無果的 都是無果的 OK 好 來看一下排行榜了齁 那昨天的話 是一位好朋友 的生日 不過因為逢酒要低調 所以這邊的話就 從內心這邊祝福他 祝福他 然後就不要太幫他張揚了 OK 好祝福他生日快樂 好 那這個 國戰榜 我們來看一下囉 OK 那這個國戰榜 功勳第一名啊 是這個 一杯拿鐵兩顆糖 陶敵361 功勳2586 說真的 每一桃都很不容易 每一桃都很不容易 因為現在遊戲已經到後期 其實每個人 耳機體啊什麼的 都已經提到一定的程度 都很強 所以真的 能夠打敗其他人 都不是省油的燈 都很厲害 好 那第二名的話是 佛地魔 421桃 功勳2030 第三名的話是 張天師 功勳279 欸 對不起對不起 陶敵279 功勳1762 OK 那我們接下來根據 台武敵術來進行排行 陶敵術排行第一名啊 是這個 長岸偷啊 427桃 昨天有看到他一直在閃喔 那第二名的話是 佛地魔 421桃 第三名的話是 海綿寶寶 409桃 第四名的話是這個 一杯拿鐵兩顆糖 361桃 第五名的話是 葛雷夫 311桃 那接下來是 小課金的猛將 301桃 第七名 藏天師 279桃 接下來是 水電歐巴 265桃 為善不欲人知 263桃 那第十名是 之手遮天 263桃 那第十一名呢 Newcomer 他有吞這個 夏侯淵妙才五分 254 哇 又掛掉了 天啊 這是誰啊 熊貓 為什麼熊貓把我收掉 這個是 消色一水熊貓 算了算了 不掛在這邊了 因為掛在這邊的話 本來就會爬了 這很正常的 好吧 那我就在這邊好了 在這邊好了 這邊的話就很安全了吧 這個是安全區域 好 剛剛啊 剛剛我們唸到了 Newcomer 對不對 唸到Newcomer 那 254桃 功勳746 那我們昨天 好的這個 主角 就是要 Taken的主角 就是Newcomer 他是一位 玩了非常久的玩家 我把它放在中間 這樣子的話 會比較清楚 放在上面好了 OK 他以前是在那個 勤儉持家 勤儉持家 然後 我應該是我見過他 我應該是我見過他 因為 他那時候有打到那個 勤儉持家的話 在第一屆百萬真霸賽的話 打到那個 冠亞軍賽嘛 跟那個 瘋狂家族 好 那他有去現場 他只是說可能那時候 還不是很熟 所以說可能有 錯身過 但是就沒有打招呼 那後來呢 他就來到那個 陳老師後援會嘛 陳老師後援會 玩完玩到現在 那可能人生 之後還有其他 更重要的事情要去追尋 所以就是選擇在 昨天跟很多好夥伴一起 打一場轟轟烈烈烈 熱熱血血的 國戰之後 就退坑了 就退坑了 那因為我 沒有辦法用那個 就是我之後會再研究一下 怎麼用電腦來直播 因為老實講 我們電腦直播的話 不是很擅長 所以昨天就是要求我妹來做紀錄 就是做一個完整的紀錄 把他最後一場 國戰 有閃頻的都給他紀錄下來 那其實我覺得蠻感動的 就是說他在聖剑圈 其實充滿了感謝跟感恩 就是他感謝 我印象中應該沒有記錯 就是他感謝勤儉持家 讓他找到了家的感覺 因為原本他在玩這款遊戲的時候 是很孤獨的 那因為勤儉持家的關係 讓他有了一個歸宿感 有一個歸宿感 那後來可能就是慢慢的 可能玩家還要離開了嘛 流失了 然後就是和服了嘛 特別和服 和服之後呢 他就來到陳老師後援會 然後到陳老師後援會 陳老師裡面的人 其實都很熱血 都很喜歡打國戰 很喜歡交流打屁啊 所以他在陳老師後援會這邊 找到了不一樣的感覺 就是在那個清潔時間 是溫暖溫心嘛 那在陳老師後援會 是找到熱血澎湃 所以其實這兩三年的時間 應該九百多天 快一千天嘛 這也快三年齁 其實他在三國群轉M70 真的得到了蠻多很好的 真摯的友誼 就是有家又熱血的朋友 所以其實說真的 他退坑真的是蠻捨不得 雖然說沒有 只有錯神而過 還沒有見過面聊過天 但是我其實感覺出來 其實他對三國群轉 真的很有愛 但沒辦法 因為每個人 每個人人生中都有不同的階段 所以會離開也是正常的齁 這邊的話真的就是祝福他 蓬城萬里 未來一切事事順心 有機會的話再回來玩吧 OK 好了 那我們就十二名給他練下去啊 各位朋友 我相信你們在你們的軍團 一定也找到很不一樣的感覺 有自己的一個歸屬感 一定要堅持下去 雖然說三國群轉M比較沒有那麼多人在玩 但是我覺得 他是可以玩很久的遊戲喔 因為 像 語句奧丁出的遊戲 這個應該算語句奧丁出的遊戲吧 其實每一款都很久 好像 那個十幾年前 快十幾年前的三國群轉Online 現在還在 然後還有什麼天使之戀 也還在 然後神舟也還在 基本上來講他只要有出的遊戲啊 他都不會輕易的收掉 不會像其他遊戲公司一樣 就是可能想收就收 有人在玩 他就會經營下去 這一點的話是我覺得 為什麼我覺得三國群轉M可以玩一輩子的原因 好 反正就是各位朋友我們繼續堅持齁 相信以後應該會更好的吧 很多東西都等出來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十二名的天選之子 天選之子 對不起 有點哽咽齁 好 那天選之子的話是249頭 好 那第十三名的話是 東華帝君247頭 烏別靈氣243頭 紀錄峰237頭 這下是 黃花大鯛魚234頭 天沙孤寢234頭 那十八名 立命歌233頭 伊莎白王室232頭 新街水水224頭 殺小啦 殺小啦 沒有在念彈話齁 他ID叫殺小 216頭 楊朝月215頭 伊莎白去世195頭 致命局局191頭 危險的氣息191頭 旅元之歌187頭 甩甩敵打南海186頭 歐洲凱蒂貓184頭 情人1點178頭 伊貢納自打178頭 東方向171頭 浴火攻心167頭 霸神163頭 中野三九163頭 決議160頭 神運名威158頭 象兵158頭 九蛙吉158頭 孤雄154頭 修羅分縮154頭 霸王別也149頭 霸塞拉148頭 任之龍145頭 霸氣外肉144頭 復仇143頭 蒜香PPCR144頭 幾百塊138頭 賀心136頭 BBQ136頭 尚巴花吹喳喳喳 134頭 接下來是海洛宇131頭 願意柔127頭 搖擺旋律127頭 鳳雁男子124頭 漂漂阿滴阿 123頭 接下來是微醺醺醺 121頭 墨野120頭 頂兵 對不起是相寶 相寶 看成頂兵了 對不起 殘影的關係 119頭 接下來是陸九 119頭 龔梅春 春恰 119頭 接下來是戰狼 117頭 昨天我沒有看到那個龔梅春恰的ID 我覺得他這個ID真的很好玩 好用台語來取 真的很有趣喔 而且字的話又大得起來 那接下來是 四而不見113頭 滴滴阿 112頭 八級大狂狂1111頭 藍寶 1111頭 洛日漢1111頭 伊蒂莎白寢世 107頭 屏東彭宇 107頭 奪命者107頭 接下來是我帥我就要106頭 雲庵104頭 一臉很秋 一臉很秋的樣子喔 102頭 舅舅英子106頭 公子弄102頭 公子弄102頭 公子弄101頭 公子弄101頭 狂亂黎巴龍101頭 為所胖好的101頭 一夜數100頭 那接下來是致命微笑 100頭 後期日秀96頭 狂亂黑猶氣功95頭 愛麗絲94頭 波克克94頭 夏爾克93頭 致命夢醒93頭 愛去西智偉91頭 鬼風測90頭 迪收入90頭 白貓89頭 握劍千點88頭 哇 我的老團友88頭 好厲害 上榜了 那接下來是 漂佩阿妹亞87頭 莫名其妙87頭 地虎86頭 臣衛86頭 飛載86頭 無敵日圓85頭 黃花大金羽84頭 派欽欽朱子麵84頭 怪力亂神84頭 Nubi83頭 OK 恭喜以上 好 就是這個上榜的前百位朋友們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各自列排行榜 好 猛將 來 猛將的話 第一名啊 是這個 格雷夫311頭 功勳1569 第二名的話是 東華帝君247頭 功勳1042 第三名的話是 絕影160頭 功勳979 好 第四到第十名的話 我們就給他看過去 黃花大鯛魚修羅芬說 五別零七 五別零七的話 是 五別零幾的意思 等一下 那個 國宣傳給我講說是 啊 五別零幾我還是不知道 他講的是什麼 零別零幾 那這個是五啊 所以 五八零七我又不知道是什麼意思了 因為 零八 零八五七的話是零別零七 但是五八零七的話 我真的就不知道 好吧 那就要鳳雅男子 124頭 第七名 三小啦 第八名 那巴薩拉第九名 孤雄第十名 OK 好吧 看一下豪傑的 豪傑的話 第一名是 一杯拿鐵兩顆糖 三百六十一頭 功勳五百六 第二名的話是 任志龍一百四十五頭 功勳九百零三 第三名是 海綿寶寶寶四百零九頭 功勳八百九十一 哇 還沒有包 其實 討底數滿高的 討底數滿高的 就差在功勳的話 比較少而已 好 第四名是神韻名威一百十八頭 功勳七百六十四 第五名是 Newcomer 兩百六十四頭 功勳七百四十六 各位朋友 我會特別去分享Newcomer 主要是因為我了解他的故事 所以我就有分享他 那 有些朋友可能 我沒有去分享的話 不是因為 不重視你們 是因為 剛好 剛好就是沒有去了解到你們的故事 如果說我知道 你們的故事跟三國點地的話 其實我也是會來分享的 我的那個Line有的沒的 其實我都有公開在那個 就是 那個 我的頻道上 其實 因為我也不是什麼 很有名的網紅 我就是一個玩家而已 玩家而已 所以其實你要加我 互相交流什麼的 我覺得很OK 好 反正 我知道你的故事 那我有一個很大嘴巴的人 想講就講 因為沒有業配 所以就是 沒有什麼任何的拘束 就是想講什麼都可以 因為有些人他有業配 他就可能就會 因為我去參加那個 網紅的聚會嘛 其實很多人 他 就很多一些玩遊戲的網紅 他們真的就是 有業配才玩 沒有業配的話絕對不玩 就是比較勢利 我不要講誰 可是我覺得就是 給我的感覺不是很好 因為我覺得玩遊戲 是要輕鬆愉快的 那我玩三個群轉 就是因為這款遊戲 真的對我來講 是好玩 然後又有回憶的價值 所以我就持續的玩它 對啊 就是這樣子 所以其實 沒有什麼包袱啊 那就是很歡迎加好友 互相交流 如果說你們改天想推可能 我也會就是幫你們分享一下 你們的故事 OK 好 第六名是 露露幻影1110 自首這天263 再下一樣 草原215 HC自尾91 公子諾102 好 那軍事的話 第一名是 維善不利人263 公訓1473 第二名是基如蜂 237討 公訓1360 第三名是 113百網絲232討 公訓762 好 第四名是 天殺孤行天選之職 接下來天選之職 第六名是 孤獨隱士 黃蛙大鯛魚 陳衛 蘇格拉底跟林老師 這個是到第十名的朋友們 好 那方式的話 第一名 哇好多綠色的喔 天啊 方式都是綠色的嗎 天啊還真的耶 方式全部都是綠色的 都是蜀國的 好 蜀國的方式真的很努力的 在數 在拿人頭 第一名是佛蒂摩421討 那第二名是 張天士279討 第三名是 海洛瑩131討 那接下來是 旅人之歌 187 終結39 163 暱命233 象寶119 象兵 158 象寶跟象兵應該可以成為結拜兄弟喔 因為音都很像 你看 象跟象都是C開頭 那寶跟兵都是B B 一個是C 我覺得 他們當好朋友應該沒有什麼問題喔 音都很像 那第九名是 歐洲凱蒂摩184討 水利歐巴265討 好 來看一下復活榜 復活榜 復活榜 復活榜的話 欸跳過來了 來500 218討第一名喔 第二名的話是白匹 182討 這下是古靈金怪 155討 那這個 這個是什麼臉啊 這個應該是艾捆的臉喔 142討 職業卜125討 職業卜的話 音響深刻上市化到 300多塊400討 很厲害 那第六名是 五歲能抬討 100討 辣椒醬 95夫 戰男之星 88夫 斧頭幫公主 86夫 斧頭幫公主的話 以前都常常在排行榜第一名喔 也是很會復活的一位老朋友 那第四名的話是波可可 82夫 OK 好 影片的最後 祝福我們的Newcomer兄 烹誠萬里 事實順心 掰掰